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我是宝申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星期五宣誓就职 台湾进入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新时代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将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 保持两岸的对话与沟通 但北京却认为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表态不够明确 也是在上个星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视察了香港 遭到一些港人的抗议 张德江表示 如果抛弃了一国两制 抛弃了基本法 香港必烂无遗 自从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来 台湾和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国两制的想法 在港台获得了更多的理解 还是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北京在推行一国两制的过程中 是否出现偏差 用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统一的前途何在 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何平先生 围绕蔡英文就职演说中 是不是明确地表达了九二共识 中国大陆的新华社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 是打太极兜圈子 在你看来 蔡英文在演说中提不提九二共识 他的意义有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我看了蔡英文的救治演说 我觉得他已经尽了最大的 核致的一种程度 来向中国大陆展示善意 其实做这么一个 一位经过台湾民众 合法的 公正的 透明的这么一种城市 寻举出来的一个总统 他制约 要向北京 这么一个 没有民主 授予权力的这么一个政权 去表示善意 我觉得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遗憾 但是呢 就是说 北京似乎还不满足 一定要把蔡英文 框在这个九二共识 但是九二共识是什么呢 对吧 它是新发条文 它是两二的一个 双方签订的一个条例 不是的嘛 对不对 所以蔡英文能够说 尊重这种历史 这种认知 这种历史的残证 以尊重的这种姿态表现 其实已经表现出 最大的这个善意 但是北京现在 还是不舒服 不舒服 北京还是不甘心 而想进一步 逼迫这个 蔡英文 主要是防止蔡英文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 更加走向了实质性的 所谓的这个台独行为 那当然北京它有这个恐慌 有这个恐慌 但是呢 你怎么办 两岸关系通过几十年 在曾那个李登辉时候的 非常粗暴的 他的女女 李登辉那个时候 非常粗暴的 在中国大陆非常的不开气 中国大陆更是粗暴 用这个武力进行 尊重演习 对吧 后来演变到陈雪扁时期 演变到马英九时期 越来越合法 我到台北就看 瞎微跳在机场 挂着那个中国大陆的 那个地方的民航的 这个公司的招牌呀 比台湾都多了 台湾没几家嘛 对不对 国际航空也没几家 你不小心了 你已经以为 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 两岸关系的这种热路 两岸关系的这种实质性的交往 你现在怎么是争断了 对吧 在台湾来讲争断 它会受到一些经济的伤害 对于你中国大陆来讲 如果你争断 也就是你牵制 或者是和缓 两岸关系的目标 或者是现状 就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理念是 双方都应该可制 不能因一个所谓的 九二共识 就一定把人家宽死 人家是通过一个 名领代表选取 产生了这么一种总统 他难道完全不顾名领吗 如果经过一个名领 能不能搞一个公投 如果你中国跟着他说 OK 我珍重台湾的名义 台湾人民就搞一个私公投 看要不要用这个九二共识 你敢不敢 如果这么敢 那蔡英文他有这个胆量吗 如果他有这个胆量 他们就试一试 但是大家彼此不能 不能玩到这么一种高 这么一种激烈的程度 好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 两岸关系 跟蔡英文的就是演讲 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新的阶段就是说 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而不是一种新的伤害关系 对台湾不利 对中国大陆也不利 对两岸人民 现在已经所建立起来的 这种合作关系 是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在新华社 这样的文章 对中共继续操爆的行为 我觉得是非常不理解 而且是自己伤害自己 是张立凡现在两个星期以前 我们曾经讨论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文锐的女儿马晓丽 批评五二红歌会的这么一封公开信 今天我在海湾的华文网站 博讯上看到了马晓丽写的另外一封信 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他说说来好笑 两年前民进党没有选举获胜的信心 甚至没有获胜的可能 但2014年香港因特选发生的战中 左右了台湾的政治走向 一句如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成全了民进党 其实造成民进党上台的不是别人 正是大陆体制内的极左势力 这些人的破坏力比台独要大得多 我想请您谈一谈 对马晓丽女士的她的这个说法 您的看法 我也一直持相同的观点 就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经常讲说 打铁要还需自身硬 问题是你大陆自身的情况怎么样 你大陆有民主吗 有言论自由吗 你的这个政权是用人民普选产生的吗 你不是那你有什么可以硬的 我就不明白 除了枪杆子你硬 别的你哪样能够硬得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 实际上香港战中当时我们也讨论过 我就说一国两制本来这个是一个橱窗 香港是一个橱窗 是做给台湾看的 将来一国两制了 你们台湾和我们大陆的关系就是像香港这样 但是呢香港被中共自己搞成了这个样子 梁振英这个所谓的梁书记 把香港搞成了今天这个样 搞成这副烂像 这一国两制的这个橱窗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了 自己把橱窗都砸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看 张德江委员长就去访问香港 态度似乎有所软化 又强调了一国两制 然后呢也倾听了这个泛民议员 对梁振英这些恶政的控诉 等等等等 这些来看是有软化 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个拢不住台湾人的心 这个票投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 这个话我们以前在讨论中也谈到过 我就谈到过这个观念 而且不是一次谈到 中共以自己的作为 让台湾人去投了这个民进党的票 就是你们帮这个民进党助选了 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 你们中共现在的这种执政方式 这种执政方式让不但让这个大陆的老百姓受不了 台湾的老百姓更加受不了 所以还有今天这样的后果 这个东西就是自作自受 没有什么可讲的 你要说想要这个真正的想要实现这个和平统一 中共自己首先要改变自己 而不是要把你的这一套东西强加给台湾强加给香港 还有什么一国两制最后都是一国一制最后都变成你现在大陆这个烂项 以拜横行 然后警察可以这个任意的 排取一种黑社会式的手段来处置一些事件 这些事情让大家人人都没有安全感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们认同 认同什么呢 香港人民认同什么呢 台湾人民认同什么 他认同不了你 所以我觉得打铁还去自身这话说对了 所以你还是应该搞普选 越南今天搞大选 其实这个越南的这种选举方式 是中共在1949年就承诺的 从乡镇一级一直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的人代会都是用普选方式反胜 这个话说了六十几年自己都兑现不了 你还有什么政治信用可言 所以这个问题是根本问题 你给大家选票 大家就会选出来他们认为合适的执政党和领导人 所以我觉得中共在这方面 要么就是努力去做 要么就被历史抛弃 好的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宁好 现在的话我因为的话台湾也好香港也好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同党民族 说不的话说是统一 最起码在大国的地步下 它是有经验的 你像如果要说是自己搞独立 那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你像东欧的话那些小国家 特别像乌克兰 伊拉克这些国家 他们有这个的经验呢 作为一个中国大国 你不管是邪恶还是这个体制有问题 但是中国人走出去 这个国家还是有他的尊严的 这个人民既有尊严的 所以他不受了外来的侵略 好的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邹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一国两制我觉得是不合适于中共的一个选警 中共一直在强调正确理解一国两制 他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坚持走这个社会主义不动摇 也就是中共这个一党专制不动摇 一党专制的这个地位不动摇 这是张泽迪央在香港的这个跟民主人士对话 我觉得这个不过是一种 为了暂时缓解一下香港人这个抗议 这么一种表演 而之后这个枪炮说 这个才是中共真实的本意 还有他这个一贯作风 就包括这个对那个台湾这个地动山摇也是一样的 那个从那个中共建政以来 一直就非常非常笃信这种武力霸权 拒绝民主对话 尤其是在他们这个在双方中 双方实力中占这个武力优势的情况下 更是如实 比如说八九六四啊 解放军打新疆啊 他就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这个 对香港对台湾也好 所有一国两制 还有这个大国 另一个大陆这个宪法 这个暴力维稳 等等的情况下 都是这个中共独信福利的这种 这种表现 是的 好的 谢谢山东奏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参加讨论 李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 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探讨的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以拿中国给巴西比一下 巴西由于权力斗争呢 导致巴西今后长时间呢 处于一个政治动荡期 但是中共如果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 存在权力斗争 最基本上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政治动荡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咱们今天晚上参讨第二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按照张立凡先生说的 如果中国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啊 不但这个台湾无法实现统一 新藏新疆西藏都得分裂出去 谢谢再见 好谢谢何北李先生 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何北李先生的问题 中共历史上从中共二大开始就主张这个实行联邦制 实际上台湾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一国两制的问题 都可以在联邦制的框架下 这个实现统一 这个不是问题 这也是中共自己的历史主张 只不过现在中共呢 经常的犯糊涂 就是说 他自己主张过的东西 比如说不是价值 比如自由民主 比如联邦制 等等等等 这些比如宪政 这些他们现在突然都不认账了 都变成了这个敌对势力的阴谋了 那么到底敌对势力是谁 敌对势力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之好笑 就是你们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然后呢还要 还要说是别人给你造成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 一种这个历史的玩笑吧 但是其实你看台湾也好 这个香港也好 不可能真正独立 这点我也同意 这个 但是呢 这个从 蔡英文就职演说来讲 他也是并没有表示要 要独立的意思 所以这个 蔡英文上台后 比如说他去这个 中列和去这个 这个 地点 这个国府和这个 这个先列 这个 这个 台独的这些团体是抗议蔡英文 这个做法 他们要拒绝台湾中国化 不败这个流亡中列 这些呢 我们看 实际上 蔡英文他也是要维持一种 不同不同的局面 这种局面才有利于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实际上就是这样 谢谢 何平我知道你经常去台湾和香港 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在台湾和香港的青年人当中 他们对于他们的现状 政治民主的情况 以及未来他们的地位和走势 他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想法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您这人嘛 当然是比较 比较激情一点 从台湾和香港来看 那确实相当一批人 他们当时对政治是不是那么关心 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一 也无所谓 但是能够在冒着头的一些年轻人来看 比较有理想的 比较激情的人来看 他们确实是比较偏激 他们为什么是比较偏激呢 他们发现原来传统的方式 那些年轻比较大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做的这种行为 没办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没办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那么香港 我们都知道 你在香港 你没有几个人会想到香港独立 对吧 香港人甩 香港人吃的 现在香港的控制都是军队 都是中共在控制 对吧 那你怎么能搞这个港独呢 但是 长期以来香港人的隐忍 只会迎来的是 中国大陆越来越霸道 越来越可知不知 自己去控制香港的那种野心 所以我知道 但中共这个体制来讲 它已经进了最大的营养的程度 好像不是破坏一国两制 因为一方面是 有这么一国两制的框架 另外一方面要把香港作为一个 解决所谓台湾问题的一个垂涎犯 所以他们还是尽可能克制的 但是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越来越霸道 越来越在破坏一国两制 香港能够破坏一国两制的能力 是比较小的 尽量是克制的 但是他们发现越来越不行 这样就给了极尽轻易的一个机会 一个借口 或者说一个支点 台湾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台湾新生的这个民主力量 时代力量 台湾香港的这个港督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民主力量的一部分看法 他们就比较激进 这种激进的结果呢 要么就产生冲突感越强 但是因为他们还不能走向这个执政 没有行政的真正的这个权利 只有在立法院 则会有一些权利 或者是接到政治中间有一些权利 但是这种激进的行为呢 就保护了那些温和的制约 或者是跟中国大陆打交道了 这个行政当局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张德江到香港去 能够表现出某一种温和 在我看起来是远远不高 因为在我看起来是香港 让香港2017年这个止血 是完全有利于香港利益 更有利于中国大陆利益 因为一个要香港人自治的政府 自治的社会 是要向香港人自己承担责任 而不是要你中央政府来承担责任 现在香港的很多问题 讲老实话不是北京的问题 但是因为你北京胡来 你干涉 你粗暴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你身上 如果香港通过自己的选举 它自己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 自己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争论 那这样的话 你中央站在一个角度来讲 你只要你一个遵守 一国两制的这个规范 基本法 你就可以了 你就真的是老大了 而现在不是你居高临下的去承担责任 那是在奔的一种行为 两岸关系也是这样的 不是一个说没有完成的考纪 这种考纪 这种考纪是老式的考纪 一国两制 什么叫一国 到底是中华民国合法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 无论从历史上 传统上 从法理来讲 那当然是中华民国 那为什么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呢 那是国际政治的没有道对 国际政治至于抛弃了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台湾 至于是迎接一个不民主和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国际政治在里面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 如果它采取过于激进的行为 那么只会刺激了新生代的人成长 那么刺激他们会用更激进的方式 给你挑战 然后双方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好的 接着和平刚才这个讨论的话题 张立凡先生 我看到民进党一些大佬 过去和现在还有一些政治学者都提出来 你干脆不要搞一国两制 为什么两制呢 一国一制 就像刚才和平说的 咱们在民主的这种基础上来进行选举 看谁 看哪个政党到底能够夺得天下 你认为这是在将中共一军呢 还是有实行的这种可能 当然他们提出这种说法 肯定是将中共一军 那么中共能不能接受这个 现在中共最怕的可能就是失去政权 那么以前我也曾经提过 我说你现在几年前啊 两三年前我提 我说你现在搞这个股选的话 一人一票的话 我觉得中共未必就失去政权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以你的政治优势继续执政 但是呢可能你会有一些个 受到一些个威胁 或者是权力不那么受到制约了 但是现在来看几乎没有可能 就是现在这种强硬的做法 做到今天啊 现在很难有回头路 这个问题就是 他们保政权现在变成第一位的 优先的事情 那么如何保政权 就强力保政权 用民主的方式来保政权 他们没有这个经验 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我觉得现在恐怕很难了 谢谢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好